之前不是出了一个狂铁的皮肤吗 我一直没有用 今天突然想起来 这是新赛季刚开始的时候 打的一局新药局的排位赛 记住哈 天气的狂铁是无敌的 看见没 直接就叫闪了 来先出来进草里 想必各位都知道 狂铁的血条下面的能量 三够一格的时候释放技能 会加强这个技能 当然同时也会消耗一个能力 是这么敢过来的 这里我怂了一下 没有闪现跟上 没想到这个举动上之后的我 后悔莫及 来 攒了两个能量 我又回来了 直接二技能扣进阶级 非接一技能 不愧是狂铁啊 回到线上 他依然打不过我 先去尿兵线 假装我已经走了 实际上 我只是悄悄地躲在草里 等他放松警惕 然后直接二闪 接拼 接一 拿下 对吧 然后边推他边等他 等啥呀 等 嘿嘿 无处安放的 威力啊 就这么告诉你们吧 狂铁的前驱就是强 哪怕我死了两次 对线一样能压制他的 他敢还手吗 他根本不敢 哎 还敢出来 直接上去 二技能击飞 接一技能 出车啊 我 好痛呀 但是没关系 我 故意 拿下 哼 才跟队友一起推掉对面上路的塔 接踪直接起飞 上路解放了出来 闲下之鱼 还能来中路逛逛 这里我又敢讲哈 直接上去二技能击飞 接打招 接一技能 拿下 这里我自己也没想到 我的伤害 这么高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确立了自己的针对目标 唉 来上路带过线啊 兄弟们 我去 你又来了 再往后拉一下 回头 二技能击飞 接一技能 接大招 没事 我有护盾 等会又有续航 硬接他一趟技能又怎样 先拉开距离 独无焰的二技能 只要不站在中心 他的伤害就不会特别高 再拖一下时间 等我的CD好了 大招又好了 这个护盾 别忘了 之前 从击杀钢匠的伤害之中看出来 我应该针对一下这玩意儿 来 先利用野怪 刷满怒气 但是对面的钢匠有异技能 想要靠近他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还要等一下 闪现的CD 好 等CD好了 就是他的死期了 然后也不要怂 继续追着A 跟上 拿下对面的中午宴 哎呀 简简单单 二连击破送给大家 然后再接着优势 跟队友一起开个龙 接奏直接起飞 然后 是的 没错 我又来了 这个草丛真的 很多人都蹲在野 真的很好用 尤其是那种队友 出来吸引对面的注意力 然后你继续蹲着 等对面放松警惕的时候 才杀一个出其不一的时候 这里 队友 团战失利 我们来中路之一 哎哟 哎呀 踹我是吧 看我灰头二闪 一技能 拿下 然后其他人跟上来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可是有苍穹的 当狂体的怒气刷满的时候 伤害其实是很高的 你们看这里啊 我先把怒气刷满 然后捏着三段怒气 卡一个视野猫 去直接二技能上去 击飞接一技能 接大招直接秒掉 一个挺多血的脆皮 刚才没有看清楚 对不对 那再看这里 怕好三的怒气 直接二闪 击飞接一技能 接大招 噓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反正我们赢了 哼 我们五个 真厉害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